好來這個電影航空 微波的四點正式電氣百天 今天明天在兩天 大約有三百萬的航班 六百萬的離客受到影響 目前在土豐基地有最新的狀況 請記者劉毅均說給我們知道 主播目前記者所在位置是 桃園機場的二航下 就在今天長榮航空宣布 下午四點開始進行罷工行動 而我們實際到了機場 也發現現場的旅客是非常的多 而且包括了航班資訊板上面 有許多架長榮航班的班機 也打上了延誤的訊息 而從現場的狀況可以看到 雖然地勤人員是動作非常快 桃園機場也成立了緊急應變小組 但還是有不少的航班受到影響 而根據預估 從今天開始 有可能將會有76班受到影響 而到明天國內外航線 有可能有201班次會受到這一起罷工的影響 將近有可能會有6萬多名的旅客受到影響 而根據瞭解 在今天下午四點以後 長榮航空從桃園機場入境的總共有45班 出境的有28班 在立榮航空的部分呢 入境有一班 出境有兩班 如果到今天晚上的11點59分以前 有可能都會受到影響的班次 總共有76班班次 而現場的狀況呢 我們會持續為您插播報導 以上是現場的情形 把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